老美又举起镰刀开始割韭菜了 前两天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 这一消息让大家都陷入到了恐慌之中 您要知道的是 老美这次加息距离2018年收割全世界的韭菜 仅仅只隔了5年时间 那么在全球经济形势动荡之下 老美为什么要火急火燎的开启又一次的加息潮呢 另外老美加息全球恐慌 但唯独我们却镇定自若 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老乔 我将用通俗一懂的方式为您解读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还是长按点赞键 三秒不放手 感谢大家了 首先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老美为什么要着急开启这次的加息潮 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就是通胀率太高了 我给大家先看一组数据啊 根据美国劳工部在当地时间2月10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022年1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CPI的通胀数据同比上涨了7.5% 这是自1982年2月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 并且再次创下了40年以来的新高 大家也都知道啊 老美这次的高通胀完全是咎由自取 疫情初期老特执政 这哥们天天光顾着打嘴炮 对疫情疏于控制 结果导致疫情泛滥 无法收拾 老拜上台以后 本想着靠着撒钱收拢人心 结果钱倒是撒了不少 但是这些撒到市场上的钱 并没有拉动企业经营 也没有流动到实体经济 反而大批量的钱流到了股市和富人的口袋 结果富人的财富不但没有缩水 反而赚的是盆满钵满 但是普通老百姓呢 他们的财富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因为疫情工作不稳定 财富急剧的缩水 高通胀让美国的富豪兴高采烈 让美国的老百姓怨声载道 老拜此举不仅人心没收到 反而让自己的支持率急速下滑 刚才老乔说了 美国的通胀率现在是7.5% 这是个啥概念啊 您要知道的是 国际默认的通胀率最高 也就是在3%左右 而老美呢 直接干到了7.5% 足足两倍多 这么高的通胀率 搁谁受得了啊 所以啊 这就逼得老美不得不开启加息潮 哪怕美国经济没有恢复到预期值 哪怕疫情依然严重 老美也必须立刻启动加息 以遏制通胀数据的不断增长 否则 美国的金融和物价将彻底崩溃 所以啊 你看看老美现在面对的局面是 站着洗头又撒尿 顾得了上头 顾不了下头啊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疫情的崩溃 美国滥印太多的钞票 多年积累的财富 被一下子消耗殆尽 每当老美遇到这个难题 他都利用自己的美元霸权高举镰刀 用世界的韭菜填补自己的窟窿 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1988年到1989年 美国宣布美元进入11个月的快速加息周期 结果很快就引起了东欧巨变 以及接下来的苏联解体 顺便对苏联的资产进行了一波收割 紧接着呢 老美又在1994年到1995年之间进行了12个月的快速加息周期 随后从泰国开始蔓延 紧接着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包括那一次香港著名的金融保卫战 要不是背靠我们强大的祖国 香港那一次估计会被收割的够呛啊 还有就是老美在2004年到2006年进行了24个月的慢加息周期 随后便引爆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 并且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那一次整个欧洲被祸祸了一把 结果到现在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呢 如今老美又如法炮制的举起了他那把锋利的镰刀 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次又有很多的国家又要被老美无情的收割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说实话我们在两年之前啊就防着老美这套操作了 接下来我就来聊聊第二个问题 老美加息全球恐慌 为何我们却镇定自若呢 都看到这了 帮老乔点个赞 我继续给您说 俗话说的好啊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抑郁 人无远虑是必有尽忧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过劲向来也都是如此 时间回到两年前 那时候的美国欧洲四处都是疫情蔓延 接着美国率先开启了疯狂印钞拯救经济的模式 而我们拯救经济的方法就是控制疫情 尽快的复工复产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块绝对是全世界的标准 纵观历史的规律 大量印钞放水 势必会抬高通胀率 而高通胀之后 老美势必要开启加息潮 而这两年 我们日防夜防 就防着老美玩这一套 为了从容应对 我们这两年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研发了数字人民币 法定数字货币 从2001年的第一次苏州深圳开始试点 到今年1月份 正式推出数字人民币APP 我们中国成为了全球主要大国里面 第一个正式上线发行数字人民币的 第二件大事就是制定了国家法定数字货币的标准 众所周知 在前一段时间的冬奥会举办期间 我们向全球各国发出宣告 中国将率先探索建立法定数字货币的标准 为什么说这两件大事能很好地 预防老美的加息潮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了发展 我们和很多的外国企业都在展开做生意在交易的问题上大家都是优先兑换成美元进行交易 然而由于汇率的变动啊 我们每一次兑换美元都要被吃差价 不仅我们如此 对方企业也一样 这也就意味着每一次的交易 老美要两头豪羊毛 次数少还在罢了 次数一多谁受得了啊 在这说了 大家都是辛辛苦苦的赚钱 凭啥你老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呢 所以美元霸权局势一天不破 大家就多一天被老美耗 但想要突破美元霸权 这又谈何容易呢 看到曾经的日元欧元被美元打压的惨痛教训 我们深刻的明白一个道理 单靠自己势单力薄 不一定能搞得定 既然我们自己一个人搞不定 那就拉伤大家伙一起去搞定 而搞定的载体就是这个发定数字货币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宣布了 各个国家可以直接使用本国法定数字货币 与我们中国人民币直接结算 到那个时候 大家结算再也不需要兑换成美元 而是跳开美元 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结算 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效率 简化了流程 同时还避免被两头豪羊毛 试想一想 这么大的好处 搁谁谁不心动呢 再者说了 一旦大家相互之间都用这个模式结算贸易 那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的我们 毫无疑问将是最大的受益人 到那个时候啊 我们的人民币将会彻底加速起飞 真正走向人民币的全球化 国际化的超级大舞台 真到了那一刻 我们的国际地位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巩固 这样的未来光憧憬一下就让人激动不已 更别说 我们正在向他一步步的靠近 精彩无限 未来可期 人民币加油 祖国加油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呀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用的话 记得帮老乔点赞 然后转发出去 感谢大家了哈